3月17号朋友们 19点09分了啊 给大家说这么一段文字啊 有这么一个消息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 很难相信这种事真的存在 因为燕郊的防疫政策 禁禁禁出 禁止禁也禁止出 不让禁不让出 把这城市就要困死啊 不给我们禁燕郊 想返回北京 因为有弹窗 弹窗啊那小窗啊 这个手机上有弹窗 显示从燕郊进京 也不给进京 不让进燕郊 也不让回北京啊 哪都不行 所以只能被困在北京 燕郊这座桥上 啊那个桥我是经过多少次的啊 我在燕郊也住过啊 我在燕郊也住过 那个桥就是从河北省 廊坊地级市的这个三河县级市的燕郊镇 到这个北京市通州区啊 具体的说那个叫白庙 白庙治安检查站之间那个大桥 桥底下的河 我想想不是永定河也不是温宇河 潮白河吧 应该是潮白河啊 桥底下那条河流就叫潮白河 那就是北京通州和河北的交界啊 那么我们就给困在这座桥上了 上不去也下不来 桥上还有已经被困了六个多小时的几个女孩 哪都不要了 是吧 这个叫什么来着 就想起来徐州的 是吧 江苏省徐州市啊 丰县欢口镇董吉村 那个铁链女哈 这个世界不要俺了 是吧 这几个小女孩也是啊 这个世界这个国家不要他们啊 那么好几个女孩有的被困六个多小时了 这大夏不叫大夏天 大冬天 现在是三月啊 中国北方寒风呼啸啊 打110他们说没办法 报警哈 不归他们管 给了我市政的电话 打给市政说不归他们管 啊 给了我防疫办的电话 防疫办的电话 电话和居委会的电话 一样无人接听 啊我我之前说过好几次啊 我说中国的是一个什么体制的 有好处了 有好处能挣着钱了 能当官了啊 荣誉 哎 有好处 大家都往上一窝蜂 需要负责任了 人都不见了 中国就这么一个体制啊 那么等了40分钟的12345 终于从25排到了1 却在一阵音乐后 从10开始重新的计数 那个12345就叫 过去叫市长热线 现在叫什么 非紧急事务服务热线 我不明白 谁家里要没有紧急的事 给你打什么电话呀 没人接 没人管 故意的啊 故意的 我离家只有两公里 却像隔了一条银河 银河啊 牛郎之女回不了家啊 然后他刚才说的是0223 不知道说的是凌晨还是什么呀 是早晨 可能是凌晨 2点23分半夜 然后过了一个多小时到 3点53分 过了一个半小时 终于打通了 打通了一个百度到的 查到的 接到办的电话 对方说领导这会儿都休息了 半夜吗 说他们在一线 奋斗了很久 领导不容易 也奋斗了很久 我说我理解 但我们只能在桥上等一夜吗 对方说没办法 我理解并服从所有防疫规定 但是制度规之 我看后边怎么说的 但是制定规定和实行规定的人 并没有作为一个人 他是一个机器 他是冷冰冰的 他没人味啊 去思考问题 他们只知道你不可以进燕郊 你不可以进北京 那我该去哪里 我能去哪里 那逼着你死呗 你从桥上往下跳 是吧 你自杀 没人管 没人管老百姓的死活 在中国就是这么一个体制 冷酷无情 冷冰冰 没人味 到处都像铁板 对吧 你没说还有文化大革命 活活打死你呢 对吧 反右给你流放 对吧 土改把你杀了 把你们家土地都抢了 对吧 就他们干的坏事来说 已经算仁慈了 当然和真正的文明 文明国家 那差的太远了 哪怕 他们在路边 支个 支个能遮风的棚子 哪怕 看到小姑娘 动的趴在路边时 招呼人家上车 坐会儿 我都不会在今夜 如此的失望透顶 应该是他 彻底的寒心了 这个冷到骨髓里的那种绝望 这些年轻人 即便他们认清了中国社会的残酷的本质 还得996 是吧 还得被人剥削 这个命运 被人压迫 被人不当人看 这就是中国 中国的现状 就是这么的 啊 啊 中文字幕——YK